六四事件24周年前夕 大陆各地民众陆续申请六四集会游行 中共当局加大维稳力度 陆续有民众受到当局的监控和打压 天安门母亲张仙玲以及她的夫婿 准备前往香港出席一项活动 却受到许多阻挠 被迫取消行程 张仙玲表示 中共恐惧六四如同在头的杀人犯 天安门母亲张仙玲的丈夫 是有名的琵琶大师王范蒂 今年3月获邀到香港 担任香港国际青少年琵琶大赛顾问 并发表演说 张仙玲夫妇原定5月29号出发 但遭到北京当局多番阻挠 因而取消行程 随后主办方也受到压力 通知王范蒂取消这次活动邀请 张仙玲表示 他们只打算去3天 6月1号返回北京 没打算参加香港的六四活动 我只能说他是在逃犯心理 你别说你杀了人在逃了 人家多看你一眼都吓得跑 以为别人会忍住他是杀人的 张仙玲的儿子王楠 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 遭到解放军屠杀 王楠遇害时 被子弹射穿的眼镜和头盔 曾在香港的六四纪念馆展出 张仙玲希望人们 看到这些六四证据后 劝劝中共六四开枪屠杀学生的事实 多年以来 要求中共当局平凡六四的呼声不断 下周二 六四事件来到第24周年 中国海内外都在关注 中共新营界领导人执政后的 第一个六四周年纪念日 大陆参与网站的消息说 六四将至 意见人士活跃起来 当局也紧张起来 一方面是准备采用各种方式 缅怀先烈 纪念亡灵 提出诉求 一方面是四处威胁 八方阻拦 千方百计的把民众 纪念六四这个血腥日子的活动 打压下去 在此之前 广州九零后青年秋华 杨廷健也在网上发起 六四上街找手机活动 不过遭到当局行政拘留 而湖南部分维权人士 向湖南公安厅申请到 玉露山公寄六四英零后 主要筹办人罗茜遭到监视和行动限制 再加上多次因为街头举牌 被拘留的张胜宇等人 还有早前被拘捕的刘远东 及丁家喜赵长青等 北京十君子等人 今年成了八九以来 在六四期间 对民主意见人士控制 打压最严厉的一年 新唐电视李运 李志远采访报导